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长大之后有出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是每个父母的心愿 都想自己的孩子聪明过人,学习成绩好 现在社会的竞争非常激烈 稍微放松一下,学习成绩就落后于隔壁老王的孩子 每次其中考试刚过 紧跟着,期末考试又来了 各位家长比较心急吧 说真的,我也比较心急 最近有很多朋友私信我 他们说有没有食谱或者是学霸汤 可以补充一下大脑 然后我就把学霸汤和食谱推荐给这些朋友 我家两个小牟利虽然算不上班上最好 但也不差,言归正转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花生核桃路 首先准备七八个核桃 用专门夹核桃的工具 把它夹碎 再把里面的核桃肉取出来 先放入盘中 全部剥好后,我们再倒入漏勺中 再加入适量的长姜水给它清洗一下 洗净后控水捞出 再倒入碗中,先放一旁避孕 碗中再准备100克红皮花生 再倒入锅中 这里一定要控制好火候 开中小火,慢慢的把花生炒熟炒香 因为这样打出来的花生核桃路会更加的香 更加的有营养,而且更加的好喝 炒至花生变颜色 用手轻轻一捏,外壳很容易的脱落 就证明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倒入碗中 放凉之后,再用我的左右手 把它的外皮脱掉 脱完之后,我们再把它倒入一个大一点的漏勺中 把它的外皮抖下来 边抖边用我的大嘴巴吹 一下子它的外壳就全部处理干净了 处理干净之后,我们再把它倒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准备破壁机 把花生和核桃倒进来 再往里面倒入1200毫升的忘情水 如果没有感情烦恼的朋友 就不需要加忘情水 加长江水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加一丢丢红糖和白糖 先按开始键 再按米糊键 最后再按开始键 就开始破壁了 这个破壁的时间大概需要15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物理和化学所产生的反应 表演结束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哇,好香哦 一股浓浓的核桃花生香味扑面而来 隔壁小孩又要敲门了 我们再把打好的花生核桃露倒入杯中 这样打的花生核桃露丝滑细腻 散发出浓浓的花生核桃香味 口感也特别的好 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喝 千万不要每天都给孩子喝 我怕担心你的孩子比老师都更聪明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萌莉天天分享 我家两个小萌莉隔三差五的做给他们喝 背书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家里有小朋友的赶紧做起来吧 我家里有小朋友的赶紧做起来